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Live互動日本語11月號的第三排 《每日一句》的第三排的要點 今天我們要看的是這樣的 主題 工藝工藝 那工藝的一些種類啊 還有呢 跟朋友聊這個話題 我們會用到什麼樣的句子呢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它原本就是一個動詞 ハマる ハマる就是所謂的 迷上的意思 這邊迷上的意思 ハマる ハマってる ハマってる就是 就是 現在進行性 意思是 我在迷上怎麼樣 現在進行的說法 那 你ハマってる 就是 當你要 然後 秀明 現在 你迷上什麼 的時候就很好用 例如說 我 現在 很喜歡 拍照 我最近買了一台相機 然後一直練習拍照 所以呢 你也可以說 我可以說 最近 カメラにハマってるんだ カメラ カメラ カメラにハマってるんだ 可以這樣子 名詞 にハマってる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 年度を捏ねるのは楽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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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捏ねる 就是比較陌生一點的動詞 對嗎 捏ねる就是這個捏的意思 捏ねる 捏ねる 對 就是 麵包 你做麵包的時候是怎麼樣 這個麵 麵团嗎 麵 不曉得怎麼說 反正就是還沒有烤的那個麵包 就是用 捏ねる 捏ねる 這個動作 可以嗎 OK 那再來 我們看下一個 今度は お茶碗を作ろうかな 今度は お茶碗を作ろうかな 今度は お茶碗を作ろうかな はい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單字 今度は 今度は 今度は就是下次的意思 今度 今度 可以嗎 再來 作ろうかな 作ろう是動詞什麼形 一向形 對嗎 動詞 一口形 一向形 人家 かな 意思就是 來做個 飯碗 好了 就是 可能 腦海裡 在想像 下次的話 嗯 我做這個好了 是那種 感覺 對 心裡已經 決定 要做 那 還是在想像的那種 畫面 對 這種感覺的時候 然後會用 作ろうかな かな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會用在什麼地方 例如 嗯 這個好了 今天晚上 你要煮什麼東西 例如我想像 嗯 今天晚上 我要做 好 咖哩飯 好了 今夜 我 作ろうかな 嗯 就是這樣子 嗯 今天做 咖哩好了 就想像 然後大概 決定的 那種 語氣 那種感覺 可以嗎 再來 我們看下一個 可以嗎 所以當你喜歡 邀請對方 一起去看看 某一個地方 就可以用這個 例如 嗯 好 最近 在 白貨公司 有特價 所以要邀請對方 就這樣子 要不要去看看嗎 或者是 有新的電影 邀請朋友啊 就這樣子 那除了 言ってみない以外 其他動詞也可以啊 例如你在餐廳 有看到新的菜單 哇 これ 食べてみない 食べてみない 也可以啊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邀請 我們要不要試試看 的語氣 はい 再來 六路を回しながら 作るんだよ 六路を回しながら 作るんだよ 六路を回しながら 作る いいですか 回しながら 就是一邊 怎麼樣的意思 一邊旋轉 的意思 回しながら 同時做什麼呢 作る 而製造 的意思 はい 再來 伝統工芸品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伝統工芸品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そもそも に 興味があります 對 興味があります 對 興趣 這種興趣 是あります ありません 有沒有 來表達的 這要注意 興味 跟前面談的 趣味 是不一樣的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 每日一句 第三排的部分 我下次來介紹 第四排 還有第五排的部分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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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見